我認為這件事情 你不能把它當作是單純的單一事件 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中國大陸他必須要調整 他對台灣的整體的政策 因為在經過八年蔡英文的執政之後 接下來一個長期宣稱 自己主張台獨的賴清德也當選了 那麼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承受 非常大的內部的政治壓力 這是不是代表過去兩岸處理的方式 必須調整 一定發生了一定的錯誤嗎 或者是有一定的問題 所以導致今天台灣的局勢 對中國大陸來講是越走越遠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在選前 他其實就已經展開非常重大的動作 就是ECFA 因為台灣尤其台灣的產業界 對ECFA是非常重視的 那麼在選前的時候 中國大陸方面就已經說 因為造英於台灣不當的政治 在關稅的壁壘上面 對中國大陸不當的採取這些關稅壁壘 所以中國大陸就是以牙還牙 然後就是在ECFA上面 也不再像過去一樣一昧的讓利了 那麼未來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有可能會中斷ECFA 那ECFA當然不會只是單一的動作 他就告訴你中國大陸 不再對台灣尤其是民進黨執政 不可能存在任何想像的空間 他也必須調整過去的對台政策 具體的展現就是選前的ECFA 以及選後M503航線的取消 到這一次所謂的意外 結果我們看到國台辦出來說 不存在兩岸從來不存在 所謂金門的限制水域 換句話說過去因為有九二共識 過去因為長期以來 兩岸有一定的默契跟共識 所以有所謂的海峽中線 所以我在航線我會故意 為了尊重海峽中線我稍微偏一下 但是今天台灣既然已經不承認 九二共識的存在 那很好因為九二共識 或因為兩岸關係所存在的 過去的所有的共識跟默契 我通通都取消 第一個取消的叫做M503航線 因為正常航線當然不是這樣畫的 我就是因為有政治考量 所以我才偏嘛 那你既然沒有這個考量了 我正常航線就是這樣飛比較快 比較安全啊 大陸講的也沒有錯啊 那金門也是一樣啊 幾十年來的默契 所謂的限制水域 那邊是屬於大陸的 這邊是屬於台灣的 然後兩邊當然會常常越線啊 因為海上又不是真的 有一條線在那裡 然後大家就會警告一下 說你現在越線了 然後你就趕快再回去 大家就是相安無事 甚至於大陸的船越線了 拋錨了怎麼辦 我們也幫他修一修 趕快你再開回去吧 但是現在過去這種 因為政治默契的這些東西 大陸一一就告訴你 一個一個來告訴你不存在 你們都不承認九二共識 我又幹嘛跟你玩這個遊戲呢 所以這些東西通通都不存在 在政治局勢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底下 中國大陸當然不可能 蠢到馬上就是 喔 賴清德當選了 好啦 明天就開戰吧 打仗 不可能嘛 但是中國大陸的手上 有非常多的籌碼可以用 它可以一個一個慢慢玩啊 看你台灣怎麼辦啊 那台灣的政府呢 就是蠢啊 笨啊 人家說取消M503 我們台灣政府反制的方法呢 除了馬上就情緒化的 無限上綱 然後到了政治對立 然後呢就懲罰我們自己的人 我看大陸都傻眼了 就懲罰自己的旅行團啊 懲罰我們的台商 懲罰我們這些 要在兩岸裡頭 航行的這些人 有需要的這些人啊 然後讓我們的旅行團不能過去 台灣的旅行社好不容易 可以開始做生意了 現在呢又不知道要吃什麼了 懲罰自己人 好 現在呢 追一個船 你就跟人家講越線就好了 就要開回去就好了 你就要追它 結果好死不死 對方也是個來路不明的船 然後還摔死了兩個人 真的是兩條人命啊 但你就可以看到 民進黨政府 毫無SOP 沒有任何準備 甚至於對於我剛剛說的 這種形勢的重大轉變 也沒有沙盤推演 也沒有任何準備 然後今天海委會的主委 是一個政治仇庸分給他的管璧林的一個官位 他對這方面沒有任何歷練 沒有任何經驗 過去對這方面的處理一點都不熟 好 現在發生大事了 出起來就出來胡說八道 非常嚴重的失言 你以為這是小孩子在學校裡面吵架嗎 你怎麼可能叫我們的船說你趕快跑啊 不要理他啊 人家對方是有武裝的船耶 當然對方不可能真的採取什麼樣的武力嘛 但是你想想看我們這些 他也不過是出海去觀光去玩了一個小小的艇啊 我還在海上跟你玩貓捉老鼠嗎 嚇都嚇壞了 雖然對方是很克制的 上船了也不會去驚擾 這個所謂的旅客也到船長室去 可是你就知道 對方是有備而來 我剛剛講了 從選前到選後 一招一招的在出招了 人家在出招 然後我們自己在那邊大亂震腳 上面也沒有指示 就讓一個不懂的管碧琳出來胡說八道 那現在呢 剛剛選完 所以我們現在是無政府狀態嗎 蔡英文不管 賴清德不敢管嗎 就這樣子 這麼一個重大的兩岸局勢的惡化 也不拿出一個辦法出來 也不趕快做沙盤推演 未來這樣的事情 這不會是第一件 它也不會是最後一件 你可以看得出來 老共已經在出招了 你既然不給我留情面 我又何必給你看情面呢 那我們今天好啦 你要每件事情公事公辦是不是 那我們來看看 是他的資源多 他的拳頭大 他的籌碼多 還是台灣嗎 難道你今天發生這個 人家來查你這個觀光船的事情 那按照民進黨現在處理的方式 就說那以後不要出船了嘛 不是就這樣子嗎 現在民進黨處理的方式 就那你就以後不要出船了嘛 人家說我們的水果有蟲 你就不要賣大陸就好了嘛 什麼都不要 講得非常的輕鬆 你都不知道這些討生活的人 這是多麼辛苦的血汗 那你現在就是通通都不要 這就是民進黨處理的方式 就是自我設限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大 未來對台灣的空間的壓縮 會越來越大 未來給台灣的壓力 會越來越大 而民進黨仍舊一籌莫窄 更糟糕的是 只會叫囂 你以為是找名嘴講一講 大陸會怕嗎 會收手嗎 笑死人了 鬧笑話不講 全世界現在其實都很緊張 不要讓兩岸 變成下一個導火線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對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感情好 搞定 是 旅程 有 是 現在 請 等等 請 請